实际上早在周恩来总理首次访问非洲之前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在1956年就开始了 而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中非之间的合作经济色彩也越发浓厚 2013年中国向非洲出口928亿美元 自非洲进口1174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8.8%和3.8% 可尼亚内罗毕大学的学者则认为 非洲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先进技术和新资源 可以说在非洲的每个人都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受益者 而在非洲 中国援助的不少项目也成为当地标志性建筑 例如由中国援建1992年投入使用的加纳国家大剧院 就被印在面值2万赛地的纸币上 有观察注意到 近年来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领域 逐步向医疗卫生 教育培训 基础设施等民生和能力建设方面倾斜 新华介绍称 中国在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中就提及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不要使非洲产生或增加依赖性 相反的要提高和增加非洲自己独立发展的能力 所有的这样一些八项原则 都使人感觉到中国对非洲的援助 或者说中国和非洲的合作是新型的 是国际关系当中具有新的精神的 这样一种援助直到现在 也区别于非洲和其他国家的援助